各位早明们好 感谢神人的今天有机会一起来 学习圣经的真理 刚才朱迪兄那里读得很清楚 使得到能够救你的魂 最主要是你愿不愿意 你的魂得到修文 斯利赛人和德仁 他就想尽办法不要得到修文 当然你可以说 他不是直接这样说 但是他行为做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最现实的住在个别这里 他们在个别他们也不来 每个礼拜天都看见我们 这么多人来这里就会敬拜神 有些人很有的地方来 他住在个别 现在还有住在对面 连他的玻璃窗看进去 基督的教会就在里面 他们也不来 所以这是很简单的问题 神的道能够救你的魂 这个是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 大家要小心好好的来理解 所以你们要脱去 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 一切污秽的邪恶 就是你要洗干净 把你的生活 你的思想清理干净以后 这是人自己要做的 没有人能够替你做 我看见圣经理教导 神也不帮你做的 神也不帮你做的 你要自己搞定 是你们要脱去 不是人给你脱去 好像从小孩子开始 他必须自己愿意 这里温柔的心 还有他meetness 这两个字 温柔的心 他英文是meetness 我们中文的翻译 最好的翻译应该是 谦虚的心 我们在学校有一点教育的人 就是神的道能够 就念完 但是你必须要谦虚的心 来接受 让谦虚的心照着去洗 然后有功效 我常认说 你去看医师 不管这个医师多棒 他出的药 开给你的药 一定一吃下去就好了 但是问题就是 你看了医师买了药 你有没有吃 你没有吃 也会好的 只是辛苦多好多时间 所以这里温柔的心 如果是翻译 meetness 谦虚的心 来领受 来遵循 我们中国人文化 是这样翻译 现在有一个很现实的历史 如果你不先清除你自己内心里面污秽 那你再把神的道运挤进去 或者运塞进去 防有害 因为你等一下消化不良 所以好坏一起吃 等一下你那个消化系统就出大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历史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历史 美国这里有个大人物 他叫什么名字 打了免疫针 但是还是会中 而且死掉 而且我知道死得更快 因为这个毒的针 一进去 意思就是说 这个人其实是毒的 免疫针也是毒的针 把那些毒的东西 打到了系统里面去 叫你的免疫系统 产生抗体 如果你打进去 你没有先研究 你这个身体的抗体力量 足不足够 产生这个抗体 来消灭 是这个加进来的毒菌 如果你这个加进来的 你里面的抗体不够 把它消化 叫你死得更快 特别是有癌症 癌症是慢慢死的 不是突然间死掉的 是脑中风或者其他事情 跌倒狂房 几个小时就死掉 癌症是有人 长了几十年慢 或者几个月 总而言之有一段时间 慢慢 然后到最后才死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你打争议进去 就 他那个死的时间 输短了 变成叫你死得快 这是我不是一师 也可以想象明本的 就促成你死得更快 我相信这个Mr.Colin Powell 就是这样死的 因为他详细的报道里面 他有叫他慢慢死的癌症 我不敢他什么癌症的 总而言之 本来可以慢一点才死 现在打进去的十块了 这是实在的情况 我现在来解释 如果你不希望除去你生命里面的污秽 各位 我们感谢神的典 我不点你的名字 来了这里以后很快乐 为什么 因为你甘心情愿 就是命里才虚心的 接受神的道 然后照着去做 然后除掉 以前所有不后福圣经教训的行为 思想习惯 你把它除掉了以后 然后你打这个免疫针 就一定有效 因为你的抗体 他发明这个是 在计算普通人的抗体 可以有足够的抵抗力量 把这个打进来的毒药 把它消化成为抗体 产生抗体出来 正如经文所说 人要先脱去 洗掉里面的污秽邪恶 然后再接受灾种的道 我特别研究这个灾种 这两个字 它英文是一个字 implanted 看见 implanted 就是灾种 这个翻译得非常准确 implanted wood 这个神的道 你必须有灾种进去 就是implanted 这样神的道 能够救你的魂 所以圣经里面常常强调 你要先洗干净你的系统 撕下魂里面的系统 然后才打这个免疫针 接受神的道 这个卡林炮先生呢 如果他的医师有这种智慧 这种智慧可能是我们基督教里传道才有的 先除掉他里面叫他慢慢死的那些什么病 不管什么病 本来叫他慢慢死的 两年三年以后才死 或者一个月两个月以后才死 但是他已经打进去立刻死掉了 讲得不好听就死快一点 这是一个 如果他的医师先除掉他 里面叫他慢死癌症 好了 然后才打进去 这个针就能救他的命 他的医师应该这样做 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也没有人讲的 我还没有听说有人这样讲的 其他叫他慢慢死的疾病 每一个人都有的 这不是不好听的话 是现实 我也有 大家都有的 只是这个病 现在不能叫你死 但是有一天 你还是要死的 OK 还是他赢的 你不会赢的 OK 我自己也已经认定了 有一天 身体里面疾病 有医师告诉我 有一天 我身体里面的抗体一爆发 立刻就完蛋 因为我的学义里面 非常多的抗体在里面 如果我一天 能够好好的健康活着 感谢神人 看我太太 才能小心我的 我的吃的东西 所以我能够活这么久 所以我能够活这么久 要感谢我太太 OK 好像我去中国 分享圣经的真理 他要看他们 怎么要预备我吃的东西 OK 看准我可以吃的 或者不可以吃的 赛的恩典 这是非常要求的一件事情 灾众 有个意思是要 接受其他人的灾众 灾众是 原本的意思 在这里查到 这个圣经里面查到 你必须有其他人 来instruction 就教导你 把圣经的真理 告诉你 清楚告诉你 来栽种在你心里面 但是你必须自己 接受 最重要的是 你要接受 他其他人 栽种教导的意思 好像现在你们坐在这里 我在这里做教导的工作 明白 这是非常明白 清楚的 好像使徒保罗 写的这个经过 凡求告主明的 救必得救 求告主明 救必得救 整个欧洲的人 读到这一句 他就把他拿出来 主啊 求你救我 他就得救了 不过他的主 是主犯的主 不是主耶稣的主 我从小的研究清楚 我开始听见 他们在那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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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你们主一天 两天 几年都 几十年都 主不熟的 我看死他们 没有办法 他们就砍掉了 就在这里 凡求告主明 救必得救 但是下面有下去的 然而人 未诚信他 怎能求他呢 看到 有一条线的 有一个系统的 有步骤的 有持续的 信耶稣是有步骤 有持续 有规矩的 而且每一步 你都必须要小心 好像我现在 从那一次 跌下去 跌下去 没有受伤 我就常常记得 以后走楼梯 每一步都要小心 所以我现在看见了 洛洛上这个楼梯 他们拿着扶手的 要小心啊 OK 不过以为他过着小 OK 滚下去 可能没问题 但是也要小心 每一步 对我来说 我就常常提醒自己 每一步都要小心 有这个诚次的 有次序的 凡求告主明 救必得救 如果你没有信 你怎么求告呢 好像我以前告诉你 一个历史 我中学毕业以后 成了传道人 我就向我的同学 他的兄弟 他的家人 传福音 然后有一个 非常好的 跟我非常好的同学 他的弟弟 非常厉害 但是我现在年轻 我要享受世界 你们不是有 凡求告主明 救必得救吗 我最聪明 你们都是笨蛋 你们现在就去 求告主的名 求到什么时候啊 我去钓鱼 我去游水 我去逛街 我享受世界 要死以前 我就住啊 救我就行了吗 还有这个 非常好的办法 我们就这一节圣经 所以你就记得 死以前 嘴巴还会喊的时候 大声喊 主啊救我 他就得救了吗 他就用这一节 我我就告诉他 OK 好 算你对了 如果你现在 不来教会 参加聚会 祷告 读圣经 想惯了 讲惯了 主啊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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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惯了以后 然后你 有一天 走在马路上 人家车一过来 啪 你飞在空中 还没有掉下来 死以前 抓救我 你就喊出来 你会自然喊出来 但是你现在 到处去享受 有一天 有车撞过你 飞在空中的时候 你会讲 脏话 咒诛人 明白 你会抱去 OK 世界上的人都这样 都这样 我担保你 你还是下地狱 因为到那个时候 你会喊出 一句骂人的人的话 你不会讲 主啊救我 他还是要信耶稣 没有办法的 OK 昨天是 这个习惯的问题 主啊救我 没有啊 你不信他 你怎么教呢 还有啊 没有传到 怎么听见呢 你要先听见 然后才能够信 然后才能够叫 没有啊 才能够呼叫 良心听 明白 然后你才那个信 然后呢 才那个叫 还有 还有凤差遣 还有传道 一串的 我就想想奇怪 为什么整个欧洲 他们笨蛋到这个地步 这里非常清楚 一步步下来的 还有最终你要读到十七节 今天我没有到十七节 我到了十五节 要到十七节 圣经的真道开始 那你必须有圣经的真道开始 圣经的真道开始 然后呢 你必须有教会可以猜拳你 可以支持你的生活需要 然后你可以安心的去那里传道 感谢主人 我四十几年前 1974年来到牛肉 牛泽西那个教会非常好 他们来说我们支持你传道 你的保险 你的生活需要 我们完全负责 你不需要担心 你就专门传道就行了 OK 然后我就专门传道了 然后呢 有人听了 有人传了 有神的道了 有神的道了 有人传了 有人听了 有人信了 然后你才会 叫呼叫 主啊救我 一条 所以我们中国人文化 只有我们中国人文化 才能传得重的 因为我们中国人文化 是讲一条条的 不是讲一过过的 如今上所记 传福音 报福音 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教宗 活等加美 加美什么 凡求告主名就可以得救 为什么 因为有人猜拳 有人传道 有人你可以听了 前面有一大堆的东西 你需要做了 然后你到最后 你就住啊 就得救我 行了 OK 好像医药 神的道 必须是纯正的 所以我们常常要 Original 原装的 Original原装 要小心啊 要一定要 Original原装的 就是原本启示的意思 显而只有 那么你去那里 找这样的传道 你现在有 真道 纯真的真道 那你怎么得到 这是一个大难题 OK 传天下 你在基督教会外 我今天早上还在提 我们下来的时候 还在提 如果我们不是在 基督的教会里面 我们一辈子 不会知道这些道 我们也会跟着人家 喊 住啊 救我 我们也喊 住啊 救我 明白吗 同样的 所以这里 只有神 自己卷选的传道 我就常常稀奇 天天我都自己失奇 为什么我今天 能够发现 这些圣经在里 然后能够这样 清楚简单的交代 就是因为我在基督的教会里面 如果我不在基督的教会里面 我会跟着他们喊 而且看哪一个 喊得最成功 我就消化他的喊法 内容也又来又近 然后希望我也能够 好像他那样 吸引更多人来听 更多人来跟从我 这是他们跟我 最大不同的地方 我们是从一辈子开始 不要跟随我 我们一起跟从耶稣 所以这一方面呢 我做得很成功 我去什么地方 没有人跟在我后面来的 大家要跟着耶稣 不是跟着我 若有讲到的呢 彼得这里讲得清楚 若有讲到的 要讲神口中的话 而且原本的 今天我不告诉你是谁 我要劝一个弟兄 如果你现在家里 什么地方 有需要什么东西 要赶快买 天天会涨价 要赶快买 OK 神的话你有机会 你一定要研究 然后得到了 然后你可以得到纯正的 如果有人要讲道 他必须要讲圣经的真道 你不在基督的教会里面 没有的 你传天下没有的 你们这里最贵 神修院 你知道是哪里吗 古灵比亚里面的 古灵比亚大学 是全世界出名的大学里面的神修院 但是他不是这样称呼的 他叫 Broadway Theological School Broadway 我们Broadway那边的好贵的 就是一流大学里面的学费的 里面没有圣经真理 他们发表出的文章 没有照圣经 也是误解圣经的真理 若有服事的 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事 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些话 这是现在我们常常用的借口 是个借口 不是实在的理由 我们的借口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这里没有五家火灰的人 收留他们 我们这里可以睡最少十几十五个 五家火灰的人睡在这里 晚上这里过夜 但是我们没有做 我们的理由是什么 神没有赐给我们这种理由 这种能力 这种设备 这是我下个里面的讲章 我现在在研究 差不多要搞妥了 他们报道 纽约有八万 80,000 106个纽约的人 里面就有一个五家火灰 会算起来大概是八万 80,000 恰恰在博威秀附近那里 最多五家火灰的人 你知道博威秀我都不知道 我能翻译 很多美国人全世界飞来这里 享受这个博威秀 OK 有一次 这是三十多年 四十年前了 我们这里礼拜五晚上 有四十五十个年轻人在这里读圣经 三十四十个人在这里读圣经 那我一车 我个大车是五座位的 我会坐二十五个人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seed bell的 OK 挤在那里 然后我送一个个送回家去 有一次我要送到China Town 送到Bronkland 经过Bell Parkway 海边那条Bell Parkway 十二点半一点钟堵车 堵到怎么厉害呢 我前面两个车 那个人兄就在树下那里 OK 解决 所以我常常 这里有人经过 我问过那个大树 我看见人家在这里休息 我就说 如果需要十九千请你进来 不要在大树里面 就那个时候我知道 人家开车堵车的时候 堵到没办法 就在大树那里解决 OK 不畏修出来 一点多钟的时候 OK 有人是这样搞到堵车 这些无家可归的人 根据他们的报道 就是在那边附近那里 你看这些人有不畏修会享受 好贵的 有时间 但是旁边无家可归的人 有一天报道 四个人给他打死 睡在马路边 他们没有时间帮助 全世界来这里不畏修 但是呢 全世界没有来这里帮助 八千无家可归的人 八千无家可归的人 我们大家都有借口 OK 我有借口 你有借口 大家都有借口 他们都有理由的 所以呢 如果你不在基督教会里面 没有人得救 我找到圣经翻译 找到翻译说明 罗马书第三章 你别有机会回家的时候 看看他 罗马书第三章 OK 整章里面就讲这个事情 全天下都要下地狱 就是这件事情 OK 特别是有权品的 好像市长 他可以救几个 每天都可以救几个 他没有做 他有这个权品 但是我们去做 等一下用这个 那个规矩 那个规矩 但是市长什么规矩都不要搞 OK 特别是总统 OK 他们也可以做好多的事情 所以你权力越大 你的罪惊越重 这是现实的问题 传世耶稣知道的 这是我们可以讲好久的 叫神在凡事上 因耶稣基督的荣耀 原来荣耀全能都是神的 直到永永永远 好了 看看保罗怎么说 我在神面前 并在将来审判 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 凭着他显现国度 祝福你 你必须有这样的传道 不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 并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人 是个三个 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人 我立志做了几十年 最近就有了 责备人 劝勉人 警戒人 有人不听 他走掉了 OK 再讲一次 他走掉了 我们不会叫他回来的 我会劝他去其他地方 因为大家不要浪费时间 因为这是传道人的责任 我们专心研究 然后想尽办法 把它清楚交代 但是如果人 自己不愿意受责备 也不愿意受警戒 也不愿意被欠领 那活必在这里 浪费时间 我是一辈子最不喜欢的 因为食物又大 人必厌烦 纯正的道理 这是为什么 我们教会 没有发展得很厉害 OK 就因为人厌烦 这是我们的借口 你也可以这样说 儿童发痒 哇 这个养生我很喜欢 很简单 OK 我记得那种繁体的养生 就记得好难搞的 我都忘记怎么搞的 OK 就随从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多师父 我们喜欢 真的常常有的 五十年前 六十年前 这一本是一百五十年前 就知道的东西 我告诉人 你们没有在身上 整个跳起来 你不能胡说 不要找我们教会的牧师 我们神圣院里面 院长来对付你 你胆胆来 跟我们的院长 神圣院院长 OK 好 你院长 院长的师父 OK 来 我还没有碰到一个 能够在圣经里面 变得迎成又安的 我还没有碰到一个 我就希望有一天 能够碰到又安的 去你家里吃东西 你煮饭请打死 你不需要 你可以 你可以 答应 但不会成就的 OK 这些 他们天 他们以为他们的师父 刚才我说 波尾那边的神圣院里面没有一个明摆圣经真理 但是他们学会又会传世界最初灵 也有不听真道 偏向荒谬的言语 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 做传道功夫 这很难搞 为什么做传道要忍受苦难 OK 应该是忍受荣耀才对啊 每一个人都接受 每一个人都得救 那不是很好吗 OK 问题来了 何处寻找这样的传道 这样的传道要去哪里找 很难搞的 我去什么地方 现在很少去了 以前我常常去好多学校的地方 每去个地方 我一提起来 你们这里 你们这里这样不行啊 你们这里这样不行啊 你来咯 那你来咯 我就 闭口不能有咯 你来咯 我没有办法了 OK 活出去传 这种传道的人 只能在基督教会里面找 是圣经里面搞出来的 为了借助教会 基督的教会 使天上执展 穿越的非常不好 看上去 因为我把它 underline heavenly places 跟天上不相同 heavenly places 是很好的环境 OK 稳妥的环境 没有人犯罪的环境里面 就算魔鬼 就算魔鬼 撒旦进来了 也要假装 他是光明的天使 这个环境 明白吗 小云 heavenly places heavenly places 这种天堂一般的环境里面 这种天堂一般的环境里面 就是基督的教会 我常常提 就算撒旦进来了 他也要假装 他是光明的天使 明白吗 所以这个环境是什么 heavenly places 这是基督的教会里面 没有人胆敢 在基督教里面 搞事的 没有了 上面恩待我们 在这里面的灵胆 就是神所要拆遣 做灾众的人 弟兄们 我们基于耶稣的血 等于坦然基督 自身所推荐神 是接着我们 他为我们开了一条 新幼活的道路 从曼子经过 最强烈的就是他的身体 全世界只有我们基督教会知道 下面继续下去 就是基督的教会 那边的神修院不知道 Prinston也有神修院 好多地方都有神修院 他们都不知道 我告诉你 基督教会里面 神修院也不知道 我没有听过 我希望我是错了 谁能知道 他的身体就是基督的教会 所以我们来说很简单 很快 诺诺也会知道了 记得 基督的身体 以及基督的教会 神次我们发现 原本意思 因为我们在基督的教会里面 我常常提这个 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发现 就是因为 我们在基督教会里面 我跟我太太 常常提这个 今天早上也提 因为以前我们曾经在其他的教会 不是在基督教会 这是人的普通情况 我们学生都是跟着老师那一套 学生跟着老师那一套 跟着老师那一套 你不会发现圣经的真理 唯有来到基督的教会 我们每个人有一本圣经 那好好的研究 顺便再提一提 我们下个礼拜 有聚餐 聚餐以后 然后我们有事务会议 还有我们事务会议以后 明年开始 我们会恢复有圣经班 现在每一个圣经班 我都需要知道 而且我们成年人的圣经班 我要指派某一个人来那里 看作那里 OK 因为有人告诉我 有些弟兄 他的圣经真理不熟 他也起来讲的时候 讲了一些 跟圣经有一些不相同的 这我非常要小心 领导受栽种的人 也必须纯正 你真的要信耶稣的人 栽种的人 种子要对 种子要准确 还有栽种的时候 也要栽种得好 OK 还有你接受的人 也要好的 这样的人 所以你们要除去 愿意除掉一切 离开一切之路 爱慕 纯净的灵难 这里很清楚 然后你在旧温里面 能够成长 然后你这个繁益针 越打就越好 越打就越好 抗体就越来越大 上帝恩待我 我自从成为基督的教会 传到人以后 几年以后 传天下 我的抗体最厉害 没有一个独征 能够搞定我的 我都搞定他们 我不管他们有多少个神学家 有一次有一个四个 长老会的神学家 摆了整张的 整台子 都是他们的书 我一句话 他们都要把它收掉 什么话 非常简单 那时候我只是二十几岁 我说我们用定今天来 研究圣经 你们喜欢读书吗 我写一本给你们读 我担保我那本 比他们都好 然后他们说 他们是博士 我说 我是他们的老师 小云 我二十几岁 我就感觉说 我是他们的老师 叫他们来 他们都死掉了 那万我说 那简单了 你今天要听活人 要听死人 没话我说了 塞的恩戴 我全世界 没有人搞得定的 我们有圣经真理 我最近 在恢复 我太太 恢复 恢复 康复中心那里 有一个人 讲不完的 我小女儿在那里 讲不完的 所以我就扎进去 我说很简单 我问你 你们教会的名字 圣经有没有 他要讲说 stop 我问你有 或者没有 你只能说有 或者说没有 你不能再说其他 因为马太五章 上是信件 如果你再说其他 你不说没有 佛说 no or yes only no or yes not anything else 如果说anything else 你是撒旦 你知道吗 他立刻就 闭口不原了 上恩典没有 全世界来到圣经 没有人跑得了的 这种传道人 哪里去找 这种的信徒 接受灾众的人 哪里去找 基督教里面有几个 OK 有一些 彼得亚哥说 病毒免疫针 难救命 需要除处 除去 身体里面的疾病 不然的话 每一针会叫你 死得更快 死得更准 这样的人 这里的人 悬因 天上人家的人 甘心领受 谦虚领受 天天查稿 知道传得到 准不准 要查稿 我把它放在这里 给你查稿 这样的人 正经这一部里面 分外的殷勤 有了信心 加上勇气 我把它改掉 它是翻译德行 中文英文的德行 德行不对的 这叫勇气 有了勇气 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 加上节制 忍耐 然后前进 然后爱众弟兄的心 爱众人的心 这种传 这种人 我们需要有这种人 感谢主恩借 我这里看见 有好几个这种的人 这些德行的分量 越来越多 你大家要好小心 看着我这个翻译 不要叫做他们英文翻译 也不要叫做他们中文翻译 他们两个中文英文 都搞得忘记八糟的 所以你要照着我这个去翻译 这些德行的分量 这里德行 整串的东西 合起来是德行 这个德行的分量 越来越多 必实里面在认识 信耶稣这个道路上 不至于贤懒 不借果子 人若没有这几样 就是近视 只看见近处 忘记了旧日的罪 已经得了绝境 所以弟兄们 应当更加殷勤 十年所蒙的恩赵 和拣选坚定不已 你们若行这些 就永远不施脚 在基督的教会 这样比较你们 这也翻译乱七八糟 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 我们救主耶稣 这种永远的国 丰富什么意思 大大的打开 你管着也能够进去 不是挤着进去 这个意思 我就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 这个翻译 就是 救恩人们 天国人们 为你大大打开 愿主赐福 他的话 请提到我们祷告 天父 我感谢赵明 大人保守我们 赐给我们圣经 也赐给我们 有忠心 又于接受灾众的 弟兄姐妹 求天父继续引导我们 成就你 托付我们的工作 保守我们 我们感谢天父 一直保守我们 离开这个病菌 离开这个灾难 求天父继续的 引导我们 叫我们有儿女的 小孩子的 叫我们有智慧 有耐心 引导他们 叫他们将来长大 在教会 在社会 有所奉献 求天父继续的 保护我们 我们祷告 耶稣基督人民